我們派出開酒器收藏家做測試員 郭榮安喜歡喝酒 所以經常試用不同型號的開酒器 現在家裡已經有幾十款不同的開酒器 由古董到新型號都有 最貴的要$3000元 今年9月美國將會推出全球最貴的取酒器Model 11 跟之前推出的系列原理相同 都是用醫療用的針穿過軟木塞 取酒時注入99.9%純度的墮性氣體瓦氣 去避免將裡面的葡萄酒和空氣接觸 但新一代比舊版貴神兩倍多 新型號還對應手機app 可以監控操作時的統計數據 提供葡萄酒的特徵和產區信息 我盲品四年前開和今天開的酒 基本上我完全分不到分別 一般舊酒如果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不是捱了很多天的 如果我保持酒它絕對毫無問題 第三代當然是比第二代好用的 因為可以單手 基本上是不用禁制的 第二代的兩去幾架次 非常昂貴 除了一部機開台賣 其實consumable的拍子都很厲害 它針到15枝酒 即是平均一枝 你開一次是六個多 這個我就不會買了 我想對我們自己行 因為我覺得是個別飲家 不用用到那麼 happy duty 那麼重器械 重裝備 我覺得酒箱會很適合 衝出禍居 放眼世界 逢星期六全新一輯 全球流行 Dream House體散引